Hello 大家好 莎姐 其實現在是22號9時 但其實莎姐已經睡了兩輪 是不是很厲害 因為昨晚真的睡不到 因為又擔心今早起不起身 今早就很早起床了 6點多起床 我7點上巴士 但我是9點在將軍樓 我也是趕不及的 我最後8點4在觀塘 飛的上去將軍澳醫院 接著我約了人吃飯 又由將軍澳醫院飛的去澳海 其實今天很趕的 因為聽了很久 然後又要預約預約 預約下一次 護士再跟你review一下你的課料 然後又被他勸服去找營養師 然後走來走去 然後又去抽血 所以其實很趕的 吃完飯 然後又去了葵方那邊 就買個血糖機 真的很累 但其實今集就想分享一些 金物體醫生的事情 可能有些人就 你和你關我差事嗎 真的 但我自己覺得 給大家多些資訊 不要 我那些所謂的資訊 當然是不及醫生 但給大家多些資訊 就是不要小看任何一件事 其實我自己 今天才發現 李老闆 原來情緒病 基本上是萬惡之源 為什麽呢 你睡得不好 因為我本身 都睡得比較差 昨晚就基本上 沒什麽睡覺 倒一醒,正如我今天趕完一大輪 到處跑來跑去 結果我只是4時多回家 但我4時多,5時多落一下床 我以為睡了很久 誰知原來我清醒了兩次,只是沒有起床 再醒來我以為 因為我聽到樓下開始有聲音 我以為為何這麼晚還會有人弄的聲音 我睡了兩轉 基本上沒有凌晨幾多點都應該是十一二點 原來不是 開手機還未到九點 醒了就醒了 所以你看我的睡眠質素是很差 今天的護士說 糖尿病的恐怖不是因為有糖尿 而是因為病發症是太恐怖 她說了一件事 原來她說洗腎 洗肚 大家知道有部機幫你洗腎 悶血洗腎 有一半的病人都是這個糖尿科供應給她 即是大戶 其實是很容易會變成這個 因為當你有糖尿的時候 血液裡面的糖分會影響到其他器官 如果我有情緒病 她就會說 其實你的情緒病都會影響到你有血糖過高 當然啦 你不能說有情緒病影響到血糖過高 其實不一定的 但有情緒病是會令你更加容易去飄 即是你本身已經窄界的時候 你就會飄升到過界 但你本身已經過界的時候 這個會影響你更加過界 就不會說 我不過界很健康 但因為有情緒病而過界 是不會的 她說因為你睡得不好 你很多功能都會受影響 我以為就是影響高血壓 怎知連這裏都關他事 你這個死人情緒病有什麼不關你的事 我今天去看 其實是要量血壓的 我血壓偏高了一點點 我又不是很擔心 因為我昨晚真的睡得很差 這幾排都睡的時間 都是很斷續的 就不是一覺睡到大天光 是會影響血壓的 所以又不是很擔心 她是高一點點而已 但我心想 原來情緒病都可以影響你的 即是荷爾蒙分泌 影響你胰臟的胰島素分泌 我心想 有什麼不關你的事 當然 我今天拿了一大堆宣傳物品 關於糖尿病 口腔有關他的事 因為你分泌的口水少了 你口乾 你分泌的口水少了 所以容易有口腔的病 然後傷害會難遇合 又說會攻擊你其他的器官 例如腎臟等等 純粹因為你血裡的糖分過高 而導致你其他的器官負擔重了 尤其是腎臟的負擔重了 又加上它是容易 等於我們這裏 住在潮濕的地方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比較容易壞的 容易發霉 長的那種系列 因為長期濕 她就會覺得長期有血糖果高 是會導致這樣 有時候我都覺得很不好 不中婦居 明明是想著剝智慧齒 結果就查到這件事 有些網友說 為什麼你要去到那麼遠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因為她主要幫你控制糖尿 就是為了你下一轉去剝牙的 其實我再預約了一月多 即是明年一月去見口康科 再研究我現在的狀態是 剝不剝得呢 所以她本身就是如果接下來排期剝牙的話 因為我本身是排了 只不過是因為糖尿不能剝得 所以她就為了這件事 如果我剝了一隻智慧齒 其實我就會要求可能 反正都是盯著 如果到時我的血糖回落到正常 如果只是盯著 盯著 看著 或者調教藥量 我就可能會搬回來這一區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不用每次玩到張君澳 我心想 我已經是玩到 我自己也覺得 看醫生看得我這樣也算厲害 看過牙科 玩了有糖尿 就去了清衣去張君澳 算是新界西 去到九龍東 一東一西 看一個情緒病 青衣玩到大埔 由西去北 港島區應該不會去的 你放心 港島區那麼高檔應該不會去的 但我又會覺得 這件事 情緒病原來真的影響很多 但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為甚麼 把情緒病看得很輕 或者心理健康看得很輕 其實香港很多人都有情緒病 或者是有些情緒 尤其是現在壓力這麼大 所以不多不少都會有些 容易鼓掃 容易悲觀的心情 但有些事情可能大家沒有去特別留意 其實是容易有的 尤其是你轉成病態 其實轉成病態 就是你的情緒是會影響你生活的 例如我 大家看到我現在沒有東西 但之前其實是挺影響的 我以前也有購物狂的 那時候不知道自己是情緒病的 現在知道 當然是可以控制到 有些人就是滾爆卡 這些是比較普遍的 暴食 未至於去到 明明剛剛吃完又塞 吃到吐掉的 當然是很容易被人發現 但如果是不停地吃 不停地吃 不停地吃 飽肚也是這樣塞進口 不停地拆東西吃 那些 就算吃到吐都要吃那些 但這些都可能是一個精少 大食那些令計 大食那些純粹大食那些令計 有些人就會 甚麼都不吃 厭食 有些人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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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有情緒病 其實很多事情都會有壓力 而壓力 簡單來說 有轉變就會有適應 但有些人會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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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的能力都不同 尤其是現在的新一代 基本上是 媽媽的手掌心長大 基本上是沒有承受過壓力的 也都連認錯 勇氣都沒有 這些將來 是會很容易出事的 有些簡單一點 又比別人失事 就算是 結婚 其實都有壓力 因為你要準備的東西很多 你要呼吸的東西很多 作為新娘子 你又要想漂亮 又要想瘦 你突然多了很多事情做 你是會有壓力的 所以有些人 這個比較少 婚前逆軌 這個是有的 但當然 這個就會看你身邊有沒有人幫你 如果你身邊有一些 好駕輕就熟的 例如你有些 結婚的籌辦師 你放心 薩姐不是銷你這些 薩姐是沒有想過 薩姐也都 大家知道 那些 它是會令到你舒服 令到新娘子舒服 你身邊有很多已經結婚的 姐妹 又或者你有一個 很幫得手的姐妹 這些 很熟酒店 很熟價 很熟什麼的 你是煩少很多 但有些新娘子 對自己要求很高 又要漂亮又要瘦又要什麼 這些人就很容易患壓力 很容易壓力爆煲 另外有些被人忽視的是轉工 轉工是有壓力的 尤其是你去到一個新職位的時候 你不多不少的銀 你要適應 其中一個表表姐 因為近來大家看到 我今個年頭開始轉工 其實由去年十月 由去年十月的時候 我離開了旺角那間 因為沒有工作 其實大家聽著 我起碼轉了五六份工 每份工作都是一個多月的 那你想一下 我一轉工 我又要適應工作上的系統 這個還好些 但我又要適應人事 而這件事我經常都會擔心 所以其實我近來睡得不好 就是因為大家知道 我又剛剛遲了旺角那份 因為旺角那份是比較最安心 因為是我以前做過的 然後將會12月去一間 在佐敦的公司做Partner 這個亦都令我覺得有一定的壓力 其實這些是很多人都忽視的 這些壓力是很多人都忽視 但我是比較容易看到的 因為當我發覺我發夢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一天做夢 那夢就是這樣的 突然間那天起床的時候 就會說 糟了我今天回哪裏 是在說做夢 夢見自己 起床的時候 就說今天回哪裏 好像是回上環 不是啊今天星期幾 我已經上班回到亂了 這些在夢裡反映出來的 證明我在這方面是有壓力的 即是上班時間 回哪裏 其實已經是有壓力 因為近來 真的假期很密 不只是上班 只是這件事 會反映到夢裡 因為我其實這段時間 是換上班日子 是換得很厲害的 有時候雖然是四五回上環 但現在通常有時候 多工作工作 我星期三都會加一日 左端那邊就回一三 現在呢 只有星期二可以見醫生 我盡量保留星期二去安排這些醫生 但是我現在由今天 今天見完一次護士之後 我到明年一月尾之前 我起碼還有四次要見醫生 不同方面的見醫生 四五次的 包括了我精神科 12月底 包括了口腔科 包括了今天的同僚的內科 同僚的護士 營養 兩個月內 兩三個月內見五次 你真的 你沒有壓力 我真的不相信 而且時間是要預算的 大家知道我看醫生 都不是說在家附近的 大哥 我真的跨區跨道 真的已經是天南地北的 這樣 所以是有壓力 你更不要 何況就是 你患了有些病 例如有些人患了什麼 白內障 看不到東西 剛剛有個網友說 他最近失衝了 要帶助聽器 那這些 更加不要說這麽大型 就算你 好像我剛才所說 結婚 轉公里都有壓力 都有人壓力爆爆的 同樣地 簡單些 搬屋 轉換新環境 其實你也是一個壓力指數 只是每個人能夠承受的多少 所以大家知道為什麽 可能有些人 我不是說幫新移民 是有些人未必理解到 為什麽新移民來到香港 有這麽多人服務他 有這麽多社工 說他們有情緒病 你要幫他 我可以說是有的 如果在情緒病的壓力表裏 搬屋也是一個壓力的話 更何況 你整個家搬進來香港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 因為我也是身受其害的 我媽媽又 即是我爸爸 先來香港 他就壓力小一點 因為他下來 他那些姐姐在 因為是有親人在 所以他下來的時候 是輕鬆的 加上他有些親戚 熟悉的都是做生意的 一下來就有份工 加上我們那時 是爸爸下來 所以他比較容易適應 又不用拖著我們 到我們下來的時候 我媽媽一脫衣服 包括我 我就手袍下來香港 變相 我媽媽在上面的所有的學歷 是不被承認的 沒辦法 唯有做工廠 但大家知道我媽媽是大學畢業 在上面是一些幹部 等於現在 內地的地方幹部 那一類 畢竟我媽媽是知識分子 你進去當然有上下職位 同樣地 人工好 我媽媽當年又漂亮 多人疼 大學的時候有人疼 出來工作 又舒服 人工又好 知識分子 來到香港 不被承認學歷 只是能夠做工廠 有一個很低的人工 住的地方 又可能七百多呎 可能過千呎 我不敢說 分分鐘過千呎 也不奇怪 變成現在 住的百零二百呎 五個人 還要廚房、廁所共用 你想想 她有幾大壓力 她是接受不了 所以她對於我們的小朋友 她是不理的 基本上她已經有情緒病 她其實是要看醫手 當然 她有這種病 影響到 她下面的小朋友 性格各異 走向各異 因為她不理 我們沒有自由 隨性格 隨自己的本質去變 我姐姐就變得有暴力傾向 但我姐姐打我 我媽媽就採取一個 歸背政策 因為她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自己 為何會去到這樣的地方 亦都接受不了自己 為何會被人說做得不好 她接受不了自己 她接受不了自己 做得不好 因為在內地 她是一個小公主 美女 在大學多人追 被人碰到掌心 然後在一些地方做幹部 根本就是很舒服 所以她從來都 想不到 以前小時候捱我 想不到要回頭 雖然未捱我 但覺得為何會這樣 所以她對於小朋友 是不理不過問 亦都不想 當然 亦都不想讓家人知道 自己選錯了 那麼乳皮 可以接受不了錯誤 所以對於小朋友 是不理 所以我經常被姐姐打 經常被姐姐掃喉 我算是這樣的 經常被人打喉嚨 那麼痛的時候 我都未至於打壞腦 那算是這樣的 證明我的頭是挺硬的 放心 所以這些 是當年 其實就 不知道什麼叫情緒病 在現在知道這些情緒病 原來這些心理病 是影響了你身體內 很多機能 簡直是會影響你身體健康 所以現在是特別注重的 即是你現在問的 其實可能那些黃人 這樣就不關事 即是移民去英國 美國那些黃人 真的不關事 他們本身有精神病 你放心 即是不會因為移民而有情緒病 你放心 但如果一般人 他是不做足準備去移民 其實真的會有病 所以其實我真的希望大家 為什麼有時候我會說這麼多自己的事情 就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面對這些病痛 尤其是 不要看這個人好像有什麼 是會有的 你到處都會看到的 真的 正如我今天聽說了 和我一起聽說了那個人 你都發覺他應該有一點情緒病 他應該有吃藥的 如果不是 你從他的言談 他是 其實情緒病 大家有時候搞清楚 是因為吃了藥 腦子是遲鈍了的 所以是難以表達的 或者表達得不太好 但就不是代表他智力有問題 他也是能做到的 不過是能做得慢一點 即是等於你一部電腦 你最新型號的電話 你當然能做得快一點 你手機已經是幾年前的 通常這些是吃了情緒病 那時候的狀態是會這樣 很明顯我覺得他像是這個 因為如果他真的智力有問題 他是理解不了護士的東西 但你見到他是理解到 不過他反應或者表達的時候 是未完善 不會像薩姐那樣一握嘴 所以你會發覺其實很容易做的 那既然是這個 即是我不明白了 新冠大家為了自己利益 就可以說 咦 我們躺平了 就可以掩著良心說 其實有什麼呢 雙方感冒而已 沒有什麼的 喂 連這些新冠這些 真的會有後遺症 等等的 你都上車感 為什麽情緒病 大家不可以輕輕放下 其實有大部份 其實香港人 尤其是香港人 很多都有情緒問題 是有情緒問題 未至於影響生活 但再過一些就可能會影響生活 很多人都有情緒問題 那其實 當他們要吃藥 或者吃藥 我們為什麽不可以像新冠 這樣輕輕放下 哦 很普通而已 但是發覺 很多人都當這些 是一個避忌 是一個忌諱 變相令到一些情緒病患者 是不敢去面對 怕被人歧視 其實 其實 情緒病患者其中另外一個來源 為什麽不肯去吃藥 為什麽不肯去看醫生 為什麽不肯去看醫生 其實 為什麽呢 喂 我們只是有少少情緒問題 但有時可以透過藥物 可以透過心理治療 或者透過行為治療 是可以沒有問題的 大家看到我正正常常的 我仍然是有情緒病的 但問題不會影響到他人 我有時偶爾晚上睡覺 都會突然間哭 其實這些不影響他人 為什麽 那些人要當 情緒病人好像十我不赦呢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真的 放輕些 尤其是本身 可能覺得自己 你家人可能有機會是情緒病的話 那大家嘗試去放輕些 因為情緒病人 如果自己都接受不到自己有情緒病 你很難過的 其實最同自己過不去的是自己 即是 最令到自己有病的是自己 所以 情緒病或者其家屬 不要把這件事當成一個很灰的事 真的不要 你別人怎麼看 真是沒有辦法 我控制不到別人的思想 即是有些人 可能覺得傻姐醜樣 喂大哥 我控制不到嘛 大哥 我這樣的年紀 難聽這些說句 比很多年輕人更漂亮 但他還是要覺得我醜樣 因為我政治立場不對 所以覺得我醜樣也沒有辦法 但我接不接受到自己的樣子 如果連我自己也接受不到自己的樣子 那你很難叫人接受 那你只是 你阻止不了別人去想什麼 但唯獨 我們是有義務 我們有責任哄自己開心 那好像我現在這樣 其實我也喜歡 依然喜歡購物的 看到那些美的東西 大哥 女人看到那些美的東西 當然是想買的 但是我都會覺得 嗯 不要買太貴的 因為我花心 所以呢 而且我又比較 叫做什麼 容易不見東西的 比較粗心大意 不要買太貴的 幾十元人仔的那些 就不要買幾百元 幾百元 即是港幣 幾百元一條銀鏈 那些戒指仔 幾十元人仔 加起來港幣 都是幾十元 五十元 樓下的那些 純銀 那些 買來玩一下 哄一下 不見了就當 吃小餐 或者吃便宜一點 那 可以在某程度上 哄自己開心 因為我們是有義務 哄自己開心 亦都可以舒緩自己的壓力 那如果有時候 找到一些朋友跟你交心的 真的可以分享到你的壓力 幫到手 當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不是的 不用擔心 即是你用盡方法 令到自己 其他東西 是可以用幫手減壓 即是我現在沒有辦法 新工 你是要局適應的 那你工作忙是局的 那你現在這樣的病情 你是 我遲些 真的有壓力 我遲些還要做一個功課 我今天已經放便宜了 因為太累了 就是一個禮拜選兩天 一個禮拜要選三天 一個禮拜要選三天 每一天要做一組 一組就兩次刀手指 飯前和飯後刀手指 大哥一個禮拜三天 飯前和飯後刀手指 有時候要早餐 有時候下午 有時候晚餐 不是你怎麼知道指數呢 後來問清楚 他的目的 就不是要監控你的食量 不是要監控你的 他的目的就是 想知道你平時飲食的習慣 以及哪一樣東西 例如我吃完飲茶 可能我刀手指 我的血糖指數 飄升得很厲害的 飯後 你就知道 這一餐可能要吃小某些食物 那就是這樣 因為就算是同一樣 大家吃薯餅也好 薯餅也會升血糖指數 但每個人的機能不同 每個人對那種食物的狀況又不同 可能升的位置又不同 可能有些人吃薯餅 他消化得好 其實可能升得不太多 都仍在安全範圍 那我就繼續可以 保持著吃薯餅 這一點 如果好像我一吃的 就飄升得很厲害 那我可能下次想吃薯餅 只要割一半 吃半個薯餅 然後再看看行不行 如果都不行 那我就說 Sorry 你要介食薯餅 那這個是這樣的目的 就令到我壓力小一點 但是畢竟 你都是煩的 你都是要記錄吃什麼的 那我就想到一些更加自然格的方法 如果你只是說我喝茶吃什麼的 那難一點 我更加自然格就是 反正都是 因為你不是隨時隨地 一吃那頓飯就要記錄的 那不如吃之前 吃之前吃之後拍餐照 即是吃那時可能一盒飯有那麼多 然後吃剩那麼多 拍了照 或者吃了什麼 先拍了照 先不要煩 先拍了照 回去家裡才慢慢做 這樣 會沒有那麼容易忘記吃什麼 吃過什麼 那你就可以真的從而知道自己大概有哪一隻東西 會令你血糖飆升得很厲害 當然這個功課也是有壓力 第二就是說 其實看病真的很貴 我昨天還是淺日 星期日應該是 星期日應該是 我就去了荃灣藥房買我現在那隻 激活兒倒數的藥 那次在佐敦買三百六 那我這次在荃灣便便宜很多 三個水 一盒 那吃兩個月都可以 那我買了兩盒 再加上其他濕性的東西 就已經七百多元了 都真是慘了 那我今天買個血糖機 因為醫院是有優惠的 你和療病人 買個血糖機 再加上獅子 和針 六百元一個package 那我又沒有了六百 那那些獅子是很貴的 那些獅子是說五元一張 那你 好像我這樣一個星期做三次 每一次 每一次 就一組 一組就兩次 就是說你一個星期 如果你刺手指 你刺六次 那你就沒有了三十雞 但是你不要想 那些獅子是那些 五元 有些是五個多一張 還有你這支針呢 你這支針每次換的 都是錢來的 那你就想一下 其實這些花費 其實對於一些沒有工作的人來說 是很大壓力的 對於一些老人家來說 其實是大壓力的 就是五元一張獅子 你一天這樣 即是刺兩轉就已經 因為一定是一早刺的 那就沒有了十雞 即是那些連兩元一隻 兩個多一隻的花花口罩都不捨得 你覺得這些他們肉不肉赤 很肉赤 另外就是 當你要刺手指的時候 你刺前刺 刺後刺 如果你正在工作 你是很煩的 你無論早餐也好 下午也好 你都很煩的 但你一定要有機會是早餐和下午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買 我看有一隻是便宜一點的 即是都是六百元的 但市紙便宜很多 如果你買三送一 大概是三個幾一張 但我都買另外一隻 因為它是方便 它是一次過有六支針的 即是說你不需要換針 你是六次之後才換針 如果我想在公司檢查一下那一天吃飯 你只是很簡單 程序很簡單 你也不需要在這裏換針 等一會又要包好一支針 不是刺到人 怎麼辦 這些就會相對方便我自己 所以我也是選了這隻 情願之後的洗肥是會貴一點 當然了 莎姐仍有工作做仍比得起 所以就可以任性 但真的 如果沒有工作做 真的這些病 真的是一個極度之大的壓力 所以大家真的注重身體健康 當然了 我亦都想到一些更加賤格的事情 大家知道 莎姐很多時候都想好福利主義 我在想其實政府很多時候 做很多事情都是吃力不討好 都是吃力不討好 因為他不 怎樣說呢 那些官員 他不是基層 他很多時候讀過書 讀過書當然是做班有那麼少的職位 他可能未熬過窮 不是很知道基層需要 其實我這次的病 另外體會一件事 其實政府每年都拿這麼多錢 扔出來 對不對 我又會覺得 為何政府不做多一點 我突然想起 政府可不可以找一些 其實政府有營養師 可不可以跟一些商界合作 將一些營養餐單 專門給糖尿病的營養餐單 叫一些商界可以做呢 商界做了一個糖尿病的營養餐單 跟我繼續做其他餐單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只是說 他有一個食譜給商界 他就可以讓這些糖尿病人 可以進去那裏吃 一個糖尿病人 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他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糖尿病餐 這個餐都適合 他就可以買這個糖尿病餐 可以買這個餐 其實你都是做多了生意的 那些糖尿病人 不是多過選擇 你有得供應 人家沒有得供應 當然 出品要好吃 就是糖尿病 那些東西是小糖 但不代表你的出品是難吃的 他都可以做一些好吃的菜 我又覺得 可以這樣跟商界合作 那些糖尿病人 不需要反 這個糖尿病餐 那就吃這個 有些人可能注重健康的 都OK 這個糖尿病餐 又不是太難吃 其實 糖尿病餐只是說 少一點飯 在那個澱粉質方面 要攪一攪 在糖分方面攪一攪 但你不代表戒鹽 你都可以有鹽來調味 有很多時候我們炒菜 或者其他 都是加鹽 未必加糖 等於住家送的那些 如果政府可以做到這樣的 可能 找一些營養師 跟企業合作 企業旗下的快餐店 就供一個糖尿病餐 當然不是每日一款 可能下午的 是有幾款給你選擇的 有些人想說 最近都好像身體一般 不如吃一些健康一些 可以選擇的那些 那你又可以幫到商界做生意 你的公盾又可以 為及市民 那如果你說 那些糖尿病餐 通常是少點東西的 理論上 那你可能便宜一兩元 那有很多人吃的 就算 我自己覺得 現在的經濟感 真的有些人便宜兩元便便宜兩元 就會去那裡吃的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政府那些官員也好 其實有些官僚架構 是不容許他們 真的推翻上層的 我覺得製造了很多人 就算有好的建議 都不敢說 那我覺得 這些其實是要多些說的 政府那些當然 他們是不需要擔心的 他們這麼多個月 就是這麼多錢一個月 他們是請工人 分分鐘呢 是有人送過去給他們吃的 但是我們沒有的 我們要外出吃的 你外出有哪可能不多糖 等會就算你沒有下糖 也會有下鹽 肯定有寵味 我覺得為什麼政府不幫忙呢 就算這些不是說要連鎖店 可能有些小店都可以推出的 那他就跟餐單煮 那份量就跟餐單 那沒有問題的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 如果有多些好的提議 又或者是認識內部的人 就可以跟政府反應一下 那這次這段片有點長 希望大家真的注意一下 心理健康 亦都注意一下其他健康 畢竟這個是很長遠的沉重的洗肺 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